ABF载版迎春宴 那载版叠完了吗? 看节目啰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个礼拜的 《产经吸引力》 那我是颜希 过去呢我花了两集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关于ABF的看法 不过呢随着近期 国际的股市持续的疲弱 拖累我们台湾 跟着也是回落 那以载版ABF的产量最高的星星来讲 股价最低来到106.5耶 景硕呢 南电呢也从高点回落快要7成 会让人家怀疑 难道过去颜希 你说载版的需求都消失了吗? 那若是产业的需求还在 那现在的股价是不是超跌了? 这两个大的疑问呢 我跟团队近期我们整理了 产业的最新的动态 包括像产业未来的需求变化 还有三间公司 各自对产业的看法 同样呢这次我也加入了 PCB龙头厂真顶的近况 毕竟他也要宣布进去ABF嘛 因此我们就借这集的机会 一次分享给大家 那也欢迎大家后在下面留言 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观点 当然为了让更多的好朋友 加入我们的讨论 大家请多多帮我们按赞 还有呢订阅分享 这样演算法才会帮我们 推播给更多的新朋友哦 好啦那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这集的分享吧 首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过去的资料 欣欣除了在7月7号的法说上说了 对之后相对保守的展望以外呢 南电跟景硕也认同短期上面有密封 不过呢仍然认为今年在业绩的表现 还是会持续成长 其中大家看一下哦 南电的部分 一样维持四律四身的看法不变 而景硕呢就是预告 我每一季逐季会计增5个百分点以上的表现 但是比起各个公司 对今年的业绩乐观的预估哦 我相信啊现在市场上很多投资人 或者是法人 这里以后要更看重的是明年的展望 那由于呢之前没有很明确的讯息 自然啊除了法人 这么多的负面报告一直出来 我自然的信心当然也会跟着崩盘 股价呢也就不好看起来了 那不过呢就像我开头的问号 原本预期的产能满到 2027年的ABF的载版都消失了嘛 我们先从上游原料的供应端 日本未知数 公司在去年6月公告扩产的目标 是2024年 ABF的总产量要比2019年多一倍 这也就是意味在未来的4年里面 ABF的年复合成长率只有14个百分点 当然除了日本这间未知数的公司以外呢 日本的积水化学 还有台湾的精化科技 都有类似这些的产品 但是产能完全比不上未知数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间公司 它的ABF的材料 全球市占率接近99% 就是独占的全球的99% 那再进一步摊开全球主要的载版厂商的 扩产计划大家看到了 我们可以发现光是今年 每一家的扩产的规模 基本上都是20个百分点起跳 而且呢 这个扩产幅度还不是只有今年 接下来的数年 它都要持续的扩产 所以呢比起市场啊 现在在担心昏过于求 其实我在这边啊 更担心的是 不管是新兴景硕 还是南店甚至真顶 他们这几家到底拿不拿得到 足够的原料 特别在未知数 接下来几年 每年只增长14%的情况下 载版的供给本来就受到限制 那大家就要去思考了后 这里你真的觉得在有限的供给下 会有供过于求的状况吗 在我看是蛮难的 而除了后原料的供给受限 现在很多的厂商在扩产 其实都是基于 客户下单的需求产生的 其实载版作为PCB的延伸 生意模式呢 跟PCB很像 这里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 其实PCB的报价不是厂商决定 是客户给的 PCB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后 都是买方市场 产品的价格 实际上客户决定 你没有听错 PCB厂其实没有定价权 一开始我听到其实我也觉得 哇怎么会这样 但是呢对于业者他们来讲 这早就是他们不成文的规定了啦 好 所以呢这里就延伸出一个问题 当客户需要很多产能的时候 扩产的费用 有一大部分就会有客户买单 然后呢扩增的产能 当然有客户的专案 长约买断嘛 举例像是欣欣好了 他在扬美的新厂 就是这样被Intel包下来 那当然有人会说 常约这种东西也不保证买单嘛 真的啦 要是不划算 赔钱也难免会有这种事情 好 关于这个问题 来 我们换个场 看公司怎么自己说 我们先从股价最高的 轰马最稳的 南店来看 公司近期的法说后就已经说了 我BT这一块是客户在砍单没有错啊 而且又有降价 所以这些的问题都是因为终端需求很弱嘛 所以即便我再降价也并定有订单啊 这里听起来很糟 对不对 BUT 关于ABF的扩产 公司就说我还是按照进度走哦 因为南店认为客户结构 其实偏重网通的应用 听到哦 网通的应用 所以未来高阶网通的设备 持续以后是看好的状况下呢 ABF载版的用量反而会持续增加啊 再看到产能最大的猩猩 则是在法朔商后 BT真的啦 压力比较大啦 不过营收占比也只有12个% 而且毛利也不高啊 所以影响不大啊 重点来啰 高阶的ABF 还是供不应求 虽然我的低阶是价格涨不动 比较多的竞争压力 由于呢高阶的载版后 在良率上一直有突破的困难 基本上四到六成的良率就算不错了 因此呢需求的报价还是非常紧 那再看到后我们上集载版系列的主角就是井硕 坏消息一样啊 公司最近的BT被联发科砍单 美光也砍单嘛 只有呢苹果的需求持续是稳的嘛 同样ABF呢 一样面临NVIDIA的砍单嘛 那不过呢 塞林斯啊 AMD啊 博通啊 德伊吧吧吧一堆 这些人看到 挥达砍掉的订单就像干嘛 掉到地上的钱一样 赶快捡哦 虽然近期啊 涨价的力道 有点衰退 霸特 执行长 陈先生就说啦 明年我们在HPC 在AI 在军工 很多的面向需求 带动一下 ABF的缺口又会再次放大 那预期呢 这个产业景气会在明年中反弹 缺货 涨价潮 又会再次来临 我觉得这里说到底还是在讲 库存的问题啦 其实就是客户的库存问题 是不是可以像台积电预期的那样 在明年的上半年消化完 而且下半年重回需求成长的曲线 这里大家就可以稍微思考了 那再看到业绩的表现后 三间公司都是下下角的 其中 星星更是在25号董事会 快速通过第三季财报 除了汇率的帮助以下 表现由于预期啊 前面累计的前三季EPS 更是大赚15.09 相信呢另外两家表现也不会太差啦 那累计四季的EPS换算 新兴的股价以后呢 大家去看哦 本益比是干嘛 不到7倍 这是不是各位书都不到的 宅版本益比 所以大家这里要看 是不是有超跌的问题呢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 计划这几年都要扩产五成的征定 公司近期也讲了 BTR一样受到中断需求的影响 低阶的甚至还足迹降价 再来低阶的ABF载版 一样呢价格松动 但是呢 跟星星讲的其实大同小异啦 在中高阶良率都不好的情况下 中高阶的产品 其实就是供不应求 因此呢公司的扩产计划 还有2025年载版营收15个百分点的目标 这个是不变的 简单的帮大家总结一下 这四间公司的说法其实都差不多 主要都是收到消费性电子 需求疲弱的影响 BT是受伤最重 这个部分的营收是持续流血 甚至牵动低阶的ABF的载版报价 BART 高阶的缺口就一致认为供不应求 这个呢 当然会带给我们一些未来投资机会的启发 特别呢是这些高阶的ABF载版 到底对应了哪些产品 相关的公司股价是不是有超跌的状况 这里框起来就是这两个问题 想听的朋友来订阅帮我们按下去 这集如果订阅的人数要是增加够的话 我们就来分享 再讲回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虽然ABF今年的跌势很凶 但是呢 跟海运这种景气循环的产业其实不同的 为什么 因为ABF的未来需求是很明确 我反而认为 这类股票会是接下来台股止跌的指标之一 若是呢 可以顺利的止跌占我 那么今年超过已经10个月的跌市 有机会告一段落的 这就是我的看法也提供给大家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 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几个重点 第一点就是虽然啊 近期ABF的逆风消息是很多 不过呢大家要知道上游原料 未知数这一家的产能是受限的 下游的高阶产品 持续的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我认为还是看好明年的产业发展 那第二点就是 自大的ABF载板公司 即便面临现在市场后这么多黑天鹅 还是维持破产的计划 这就显示公司还是相信有需求的 对比大家看到近期产跌的股价 我相信这时候反而是观察的时机啦 那第三点就是载板是近几年 需求比较没有问题的产业 我认为会是 观察台湾大盘止跌的指标之一 当然我也会持续帮大家追踪 那记得哦 好朋友要帮我多按赞跟订阅 还要多帮我分享哦 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 拜拜